都知道趋吉避凶 吉凶祸福从哪里来的 从心向神 你能躲避得了吗 躲避不了 怎样才能够了呢 所以这个事情不要问别人 问神问鬼问菩萨问佛 问神仙问通灵的都不灵 有一个最灵的人 问自己 自己最灵啊 为什么呢 一切法从心向神 问你的心向 你的心向要是纯正 你就没有在哪 你的心向就念头不正 什么不正呢 贪嗔痴慢也不正 杀到阴望不正 自私自利不正 你心里头有这些念头的 那就有灾有祸 过人的灾 就是多病多烦恼啊 事事不顺心啊 就过人灾难啊 工业的灾难呢 现在讲自然灾害 也有人祸 人祸是战争 现在战争 大家都知道 如果战争爆发 第三次世界大战 是核武 升华 整个世界会毁灭 人祸 所以都要问我们的心 齐心动念 纯净纯善 那你是大吉大利 你什么灾难都不会有 不要问别人啊 问自己啊 为什么 佛经上讲两句真言呢 相随心端 这关于过人 我过人极心祸福 是我们心在做主 所以人 不能没有善心啊 人有善心 你就跟善感应 跟佛菩萨感应 跟善神感应 心不善 跟魔感应 所以跟妖魔鬼怪感应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问题全解决了 说佛 要相信佛的教会 相信圣人的教会 不能有丝毫疑惑 为什么 圣贤 佛菩萨 他们的行持 他们的言语 全是自信里头流露出来 真言啊 奥不可掌啊 欲不可纵啊 凡夫 当然有欲望 财神明是谁 是口而止 不能太过分 过分 灾难就来了 能够守住这个标准 这就是戒律 我决定不过分 那你这个享受是正常的 那你这个享受是正常的 人之大于 财跟色 那所以圣人交给我们 灵财 无苟得了 财摆在面前 要想一想 该不该得 不该得的 不能要 要的怎么样 祸害就来了 你应该得的 没有问题 那是你的福分 不应该得的 遭灾难了呀 不是好事情啊 灵难无公民 这句话更重要 灾难先前 如果是共业 不能避免 老实念佛 求生进土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对于这个世界 没有一丝毫的贪念 这对的 正确的 所以经典里面 佛给我们说的 给我们做的实现的 都是给我们的启示 你细心观察 在这个里面 学到很多东西啊